而这一起太鲁格列车意外教室工程车所属的 益祥工业社的负责人李益祥经过检察官申请羁押 法院4月3号中午裁定将他以50万元交保 限制住居及出境出海8个月 并不得与相关证人或与其等旧本案编破安全防护措施计划 工程有契约关心人接触 而李益祥回家没有带钥匙 面对媒体追问他直接翻墙回家 被法院裁定50万元交保 益祥工业社负责人李益祥在五名罚警的陪同下 手拿黑色腰包遮住脸走出法院 面对媒体追问李益祥不停道歉 随后坐上朋友的百万名车回家 大批媒体早就在他家门口守候 车子绕了两圈才停下 下车后李益祥一句话都不肯说 直到记者问怎么不拉手刹车 他才小声反驳 由于忘记带钥匙 只好狼狈翻墙跳进家门 3号凌晨12点多 接近大动作来到益晨营造公司搜索 公司负责人也是李益祥 五年来就承认政府19个标案 总金额近2亿元 检方征讯时询问他有如何赔偿 李益祥回了一句我这一生完了 检方讯后认为他有灭政及串政之余 向法院申请羁押 其实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触法 多年前李益祥承包政府工程 没有依照设计图施作 只是员工用绘图软体小画家改图当工程记录 意图领取55万元工程款 今年2月法院更衣审 以刑使业务登载不实文书罪 判刑6个月得一颗法金 检察官申请羁押 那本委员成审法官审理的结果 他是裁定被告据保新台币50万元 然后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 泰鲁格出轨事故造成51人死亡 关键在于李益祥有没有拉下手刹车 都是检方后续的调查重点 记者最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每个字连证 订阅 订阅 识 订阅 订阅 订阅